高雄市政府举办110年优良职业汽车驾驶人 机优交通警察、交通义勇警察 以及高雄捷运定期检查优等机构表扬大会 市长直起迈亲自颁奖表扬 今年获显的8位机优交通警察 18位机优交通义勇警察 27位优良职业汽车驾驶人 及高雄捷运公司等人 感谢大家在第一线努力付出服务市民 今天主要是表扬我们优良驾驶 还有我们交通疫情等等同仁 那我们在疫情的时候 推出高雄好家载 那在我们的防疫计程车 我们都要特别感谢我们 司机朋友在这一年多来 不管是在防疫 或者是在我们改善偏乡交通的公车市小房 我们现阶段大概有五六十条的路线 也是全台湾路线最多的 因为我们高雄部员辽阔 那有都会区也有这种偏乡 原乡部落也非常多 那满足各式各样的一个需求 高雄目前有56条公车市小房路线 涵盖33个行政区 堪称全国第一 陈其迈感谢第一线驾驶 从整个都市到偏乡 协助长辈就医及生活交通问题 我们高雄的面积实在是有很高的 是一个新北市区 大山的台北市区 后市区 多新外区的路线的所调 也有山区 桃园 妈妈帖 帽子有 可以说面积非常高 所以这个交通来说 可以说对市民来说是一个 很大的这个问题 也是因为我们在法庭 治愈也很严谨 包括公车相同 我们有58条申 我们都要感谢川普赞助 所以我们要证调说 我们要跟阿公 如果要看医生 如果要去长照工程 现在都可以坐阶线车 非常方便 陈其迈感谢交通警察 交通局及义警同仁 共同努力 致力合作 提供以人为本的服务 配合高雄未来将有的城市发展 让交通建设 交通服务也更加便利 记者李正道 高雄报导 高雄报导